7月3日 我闺女不在屋里撒尿 她就叫 下雨她也得出来 你看这都是 怀花 国怀的花 我闺女要在国怀的花上撒尿 真乖 真乖 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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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她送回家 说你干嘛呀大下雨的 文化部的 我哥们 老柴 请我吃饭 请我吃饭 我一看这是下雨了 下雨了我就 下雨了我就 也得去啊 我就 我得 一想人家饭店门口要核酸 你说我就没核酸 下雨我得 我就得戴上一个防雨的帽子 我这有一个月供的帽子 另外我还得戴上一口罩 不然我去做核酸 我没口罩人家不说这人都是搞乱 嗯 嗯 下雨的装备 我是啊 回来拿口罩 一摸口罩我才想我刚才应该戴这顶帽子 戴着月供的帽子本身 你看我帽子里有一口罩 这口罩当然 管不管不管用已经不说了 但是它是 它是一口罩 现在你只要是 做的这到位就行 我一会呢去 我去做个核酸 我去做个核酸 Always be ready 就是那个 小学生老说的 时刻准备着 那个时刻准备着 嗯 我啊看他们老穿雨鞋 这哪能穿雨鞋 多脏啊 我都是穿着一个大凉鞋 嗯 为什么拿这个伞 没拿我那大黑伞的 大黑伞的那个伞瓣是直的 这是弯的 弯的我不打的时候 它一个钩 它一倒下来 这钩就可以挂在我手腕上 哎 那个是直半了 直半我老弄不懂 那些贵族打的伞 为什么是直半了 包括那金毛首相 你看那个电视上 金毛首相 还特绅士 大概英国贵族开会吧 他把那个伞 要给是 我不知道是安妮公主 我还是要给谁 给那人打一阵狂风 那伞就撅过去了 那种大英帝国的伞 都是黑的 都是直半 以前直半 我不知道是好木头的 还是金属的 我也不知道 咱没有过 但我有现在的 现在的都是碳纤维的 嗯 由我们家走出来 一分半钟 就有做核酸的 好处呢就是 车钱都省了 出门就是 要到我张家口 我做核酸 得开55公里的车 回来又55公里 110公里 油费不说 还得过好多 大白的那些港哨 最关键的是 最贵的地方 58 其次38 顶便宜的 顶顶便宜的 也得8块 最近降价子 降成3块5 如果这儿没有 那就是又不做了 我再往前走走 再接着说 我其实呢 不出屋子 平常不出屋子 所以那个 为什么不出屋子呢 因为我一针 一苗没打过 这个是 石沙海真正能称为文物的东西 就是 大清快完的时候 民国开手 这是整天搓饭的地儿 现在都快塌了 现在都快塌了 这个地儿呢 什么李莲英啊 还有那个叫 反元世凯 云南那个菜厄 就整天都在这吃饭 这叫慧仙堂 北京老的饭馆子 北京的叫 那时候不叫饭馆 就叫馆子 叫下馆子 啊 馆子都叫什么什么圆 什么什么堂 这就是石沙海最有名的 嗯 但是这地儿没人保护 前一段呢 是文化部出社 文化部著名的人 有一个画画特牛逼的 叫吴冠忠 吴冠忠就住这儿 吴冠忠就住这儿 其他还有好多了 我就说明了 就是中国音乐学院 原来中国学院音乐学院在公王府里边 中国音乐学院 中国艺术研究院 就那里边上班了 就包括什么 嗯 嗯 写往事并不如烟的 什么张义和什么的 都在公王府上班 公王府他们家呀 早在大清朝衰败 就把这房给卖了 卖谁最保险的 卖洋人 所以卖给粉底纲 那帮天主教了 天主教一看 美帝在中国办清华 办协和 他们也办了一个 叫府人大学 后来新中国把府人大学给取缔了 嗯 把府人大学给取缔了 取缔了 取缔之后 那个 呃 府人大学 就变成 那边变成了十三中 变成了师范大学化学系 这边就变成了中国音乐学院 国务院幼儿园 公安部宿舍 还有几个单位 就一堆单位就把它给分了 你看这又造出一假文物来 据真正的慧宣堂 没人保护的慧宣堂 往东走 一百五十米 到二百米 这是一假慧宣堂 嗯 这假慧宣堂 居然给他提词的 叫爱心觉罗普人 你说这大清皇帝就是 真的慧宣堂不保护 这又造出一假慧宣堂了 这假慧宣堂 爱心觉罗普人 这普人是谁呢 是一中学老师 是溥仪溥杰的弟弟 溥仪溥杰的弟弟 反正那时候 都能生会养呗 我就说不清楚了 这呢是 做核酸的入口 你看我这入口 这做核酸可能又取消了 暂停 暂停开放 那天你说我要来做就做了 一揽 没做 现在又不做了 保持距离 在这做核酸你看看 也是挺享受的一件事 但今天不做了 一会我去 呃就不是去慧宣堂吃饭了 呃也是我喜欢的那个 淮阳菜 就人民的总理他们老家的菜 淮阳菜 什么大煮干丝啊 烟都仙啊 什么 扇鱼 最好那扇鱼叫什么 呃都叫什么都 长都吧 长都就是那个 新鲜的扇鱼那肚子那地 是能弯过去的 是叫长都 什么我都不会说了 因为最近一直没人请我吃了 一会儿呢 文化部 老柴 柴永军 刚才我说过慧宣堂这儿 原来他就是文化部下属一公司的 那公司原来也在这儿 所以经常跟我吃喝鬼混 后来文化部呢 把这一片房子全吃进 盖了一个假的 就现在的开放卖票的公王府 啊就弄成这公王府了 中国艺术研究院和文化部那些公司 就都搬走了 这一些一系列伟大的工程是在谁会下完成的 就是在蔡武文化部部长蔡武的领导 领导下完成的 蔡武是我北大国际政治系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的师哥 蔡武是七八级的 我是七九级的 我们是一个大学 一个系一个专业 我跟蔡武奔熟 奔熟 嗯 他以前打他手机 跟他搓饭 但他一当政部长 一当中央委员了 他就不用手机了 按股定他就不用手机了 接他手机的一个叫小陈 啊我就不说那人名了啊 原来是蔡武的秘书 现在也当大官了 嗯 你看我往前 嗯这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慧仙堂 石沙海最早的饭庄子 嗯你看这边都快塌了 就这么保护着 一点点看着它塌 呃前一段也不知道谁又把这都给租出去了 租了好多外地人在这卖毛主席像 这两年不许他们卖伟大领袖像 嗯其中有一个人是安徽人 他他 我采访过他 哈 原来他就在这地摆了好多毛主席像 就在这卖 后来不 后来呢回家了 回家了还把他们老家的那个 呃叫南京咸水百丫 过一到过年过节 都想起来 说当年唐老师你帮我吆喝 弄的那些 啊 弄的那些人都来我这买伟大领袖像 嘿你看这 满街都弄的这种 这种半马锁子 幸亏我腿长 啊勒我淡了 要是 要是腿短的 像这抱小孩了 这下大雨要那那 那刘神他好多地上的墩子绳子 一会给搬一根头 嗯 你说要抱着这些小孩 不给小孩摔死 嗯 呃 这就是回咸堂 原来回咸堂能吃饭 啊 啊 因为 我这等这儿有吃饭 因为惠仙堂门口就是石下海 石下海往下流 就是 你看这下水道都是堵着的 嗯 这是雨水 这个石下海周边的 雨水 污水和粪便 是混乱不清的 嗯 嗯 呃 五十年代的时候我爷爷提意见 后来茶茶打成优派 就是说 说老北京 雨水都是明沟 啊就是龙须沟那样的 厕所是陶大粪 陶大粪 呃 污水雨水都是分着的 现在这个石下海边上好多咖啡馆 什么饭馆 那些乌七八糟羊肉串什么 整那个羊肉签子就 所以你看这些下水道 嗯 都是水满为患 这下水道根本就排不走 啊 所以这个 为什么呢 我住这儿我知道 我出生在这儿 长大在这儿 呃 至今仍然盘踞在这儿 是吧 我爷这老房子 有一百多间 嗯 现在我们 然后 我们家这房子在这儿有一百多年历史 嗯 我是生于私 长于私 现在仍然在这儿盘踞着的 啊 光荣退休的 荣休的新华社记者 我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中国作家协会员 我已经到底不剪辑 我把我看见的东西都拍下来 这么不坚持多少年了 坚持五十多年了 半个世纪了 嗯 你看这些胡同里边 你看这些地 一会儿挖开 一会儿填了 一会儿挖开 填了 嗯 哎 各个 你看这恶臭 嗯 我就不往前面走了 因为这个下大雨 你到杨仙义 就是带哪叠杨仙义 翻译《红楼梦》的 杨仙义他们家门口 就是这个 就是这样的 雨水井 我拍过好几次 家里边拿尿盆子 屎 小孩拉的屎 还是大人拉的屎 就倒屎尿来 那大屎绝子 就在这个 就在这壁子上面 那就是杨仙义他们家门口 杨仙义带哪叠他们家门口 所以特别臭 嗯 以前老旧中国啊 老北京的时候 胡同里都没厕所啊 满街都 后来是到庚子失变之后 嗯 啊 啊 那些 侵略我们的洋人 尤其是日本鬼子 才开始建公厕 嗯 我这核酸就做不成了 一会儿 我也没法走着去 走着去吃饭 一会儿我找一司机 接我去吃饭 啊 所以一会儿 老柴你得多添一双筷子 另外我到门口 如果我这个 拿身份证人家不让我进 我这饭就不吃了 是吧 哎 我跟我 我我我我请我司机 啊 上我们家 哎 吃烧饼来 啊 哎呀 真难哪 Always be ready 我ités 呃 准备着 呃 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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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